专注的夹着花瓣为自己的创意料理装点缤纷色彩 厨师用糯米、猪肉、虾仁和香菇炒香后 取鸭脖子的皮包裹成葫芦形状 水煮再油炸取名迷你葫芦鸭 还有这道舌尖上的美味 厨师发挥创意将猪蛇搭配梅花猪肉片 做成美味猪肉卷 外层是梅花猪,里面是猪蛇 加上剥皮辣椒 剥皮辣椒可以带肉的甜味出来 剥皮辣椒也可以去猪的腥味 丰厨师餐饮观光发展协会 与新竹县农会携手合作 在10月20日专属厨师的日子 集结70多位厨师、餐饮科学生、农会家政班成员 举行静态厨艺交流赛 借此相互观摩 今天是因为展示所以有上了这个果胶 所以不能食用 那其实这些不上果胶的料理是可以食用 甚至都是非常非常的美味 所以我们就是尽量让学生 让我们厨师 激发出一些这种火花出来 学学看大家的每个的创意 就是摆盘或是主题那些怎么做的这样 带给我一些启发 有些可能我想不到的菜窑 或是有不同的摆法 我都可以学习 端着自己做的美食料理 妇女党开心的合影留念 已有30年厨师经验的爸爸 陪同还在就读餐饮科系的女儿一起参赛 爸爸经验比较多 但他也会看到别人的菜 他也会跟我说 别人是怎么样的烹调方式 那我又可以再更多的学习 也可以借由我的经验 再传承给他 新竹县政府秘书何昌龄 也代表县长杨文科 到场颁发奖状鼓励 卢俊斌表示 若疫情没有重大变化 明年应该会举办厨艺大赛 透过竞赛更能激发创意 提升餐饮水平 新唐亚太电视 林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导 新唐亚太电视